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出售房产被视为一种象征 代表着她与过去告别的重要里程碑 至于拒绝继承遗产的事情 实际上 郑心仪一直没有打算接受这笔遗产 因为对她而言 这会成为一种负担 放弃继承这笔遗产后 她选择将这笔钱捐赠出去 也算是在道义上做了一件善事 即使没有这笔遗产 她也不会因此而害怕接近男性 毕竟她是为自己而来 不会因金钱而动心 这一举措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既能减轻她的负担 又可以展现她的善举 此外 郑心仪也毫不客气地站出来 对关金华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她指出关金华的手段十分狠毒 而且在多起事件中都有牵扯 尤其是在郑少秋与肥姐离婚后 甚至涉及到大病事件 都似乎与关金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肥姐与郑少秋离婚后没多久 她便与关金华结婚并拍摄了婚纱照 对于肥姐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羞辱和蔑视 肥姐曾经致力于把郑少秋 打造成众人眼中的男神 但却没有享受到一场盛大的婚礼 甚至连一套婚纱和婚纱照都没有 肥姐对关金华的介入感到不满 认为关金华是在坐收渔翁之力 关金华深知自己插足了郑少秋和肥姐的婚姻 却一直以深爱南方的名义为自己辩解 继续为所欲为 然而深爱一个人 是否就可以毁掉别人的婚姻呢 即使关金华和郑少秋如今生有两个孩子 生活看似幸福美满 但他们的起点却是错误的 肥姐曾在一档节目中坦言 她已经原谅了郑少秋 但对于关金华的行为 她仍然心怀怨恨 这清楚地表明 关金华的干预和不择手段的行为 才是导致肥姐身心受创的真正原因 在郑新一看来 关金华打着深爱郑少秋的旗号 却在背后耍弄手段 伪装出一种无奈的模样 这无疑是她的诡计 关金华试图打情感牌 让一些人相信她没有错 同时也为郑少秋开脱责任 这可见其手段之毒辣然而 如果关金华真的内心 感到对肥姐有愧疚 那她为何还要与郑少秋拍摄婚纱照 并公知于众 又为何会在郑少秋离婚后不久 便与其结婚 这些行为无意凸显了一个事实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两人的行径均不堪入目 在她年幼时 她未曾理解成年人之间的复杂情感 但如今 她已长大成人 有责任为母亲伸张正义 郑少秋辜负了许多人的期望 不能轻易被宽恕 关金华为了自己的所谓爱情 不择手段 欺舞一位老好人 这种行为也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她们长女的私生活 过得混乱不堪 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上天 给予她们的第一个警告 而大女儿的自杀 则是第二次警示 相信未来郑少秋和关金华 还会面临更多的责任与惩罚 这家庭纷争事件 像一幅复杂的油画 充满了不同色彩和层次 它反映了现代家庭中常见的问题 亲情 道德 责任和爱情之间的纠葛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 每个角色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但剧情却并不总是按照 社会期望的道德标准进行发展 郑欣怡 曾经是这个家庭的无辜受害者 但她也是一个成年人 有权为自己的母亲和家庭讨回公道 这一过程对她来说 也是自我成长和崭露头角的机会 而郑少秋和关金华 他们的感情关系曾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但也受到了道德和社会的审视 人们会思考 未来爱情是否可以无视道德和伦理 是否能够置他人的感受于不顾 家庭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 不能简单用对错来划分 然而这个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家庭 道德和法律的广泛讨论 她提醒我们家庭是社会基石 需要更多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同时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明智引导 这场风暴的结局尚不明确 但无论如何 它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家庭和道德的机会 无论家庭问题如何复杂 我们都应该以爱 理解和公平为基础 努力创造和谐 支持和充满爱的家庭环境 这将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郑心仪失踪 另有隐情 关京华手段高明 连她也不放过 郑少秋崩溃肥姐 是香港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她的歌声 笑容和善良 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她和郑少秋的爱情故事 也曾经是无数人羡慕和祝福的对象 可惜好景不长 肥姐在2008年因病突发去世 留下了她唯一的女儿郑心仪 而郑少秋在肥姐去世后 不久就娶了现在的妻子关京华 让很多人对她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根据一些内部人士透露 郑少秋当时是为了躲避债务和逃避法律责任 才和肥姐结婚的 原来郑少秋在80年代初期 曾经涉足赌博业 欠下了巨额债务 还被警方通缉 为了摆脱困境 她找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歌谈天后的肥姐 利用她对她的感情 说服她和她结婚 并把自己的债务转移到她名下 肥姐因为深爱着郑少秋 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这样一来 郑少秋就得到了肥姐的财产和名声的保护 而肥姐却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而且郑少秋并没有因为结婚而改变自己的花心本性 她在外面还有很多女人 肥姐虽然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她还是忍辱负重地维持着这段婚姻 希望能够感化郑少秋 在这样不幸福的婚姻中 肥姐唯一的安慰就是她的女儿郑心仪 肥姐在怀孕时已经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 医生建议她做人流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是肥姐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 因为郑少秋给了她三年的期限 三年内生不了孩子 两人就要离婚 可惜的是就算她生了 郑少秋也没有感激肥姐的牺牲 她在女儿出生后不久就提出了离婚 她说她和肥姐已经没有感情了 而且她已经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就是关金华 关金华一直暗恋着郑少秋 为了得到她 她不惜采取了各种手段 包括诱惑、陷害和谎言 她甚至还找到了肥姐 跟她谈判 说如果她同意离婚 就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赡养费 肥姐本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但是她看到郑少秋已经不爱自己了 而且还有了新欢 她只好无奈地签了字 这样一来 郑少秋就顺利地和肥姐离婚了 并且很快就和关金华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还被称为 世纪婚礼 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在这场婚变中 最受伤的当然是肥姐和女儿郑心仪 肥姐失去了自己最爱的男人和最亲的家庭 她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她虽然还在努力地工作和唱歌 但是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在一天天衰败 而郑心仪也因为父亲的离开而感到孤独和失落 她从小就被送到国外读书 很少见到父母 郑心仪长大后也进入了娱乐圈 希望能够继承母亲的事业和精神 但是她却发现自己无法摆脱父亲的阴影 她总是被人拿来和父亲比较 被人质疑她的才华和能力 她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挫折 包括感情 事业和身体等方面 她曾经因为压力过大而自残 自杀等等 后来经过治疗和朋友的帮助 她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但是她仍然患有抑郁症 需要长期服药和心理辅导 如今 郑心仪仍遭受着巨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是关精华带给她的 可想而知关精华有多么狠毒 插足肥姐婚姻 连她的孩子都不放过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